當然 我覺得龔老師寫 龔先生的話應該有道理的 就是說任何一種發展 它的最終的目的 是讓國民能夠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 所以中國的這個模式 恰恰是以犧牲國民的福利為代價 來強化國家的實力 這個問題 黃雅生先生在十年以前 就嚴厲的批判過中國模式 那麼 張維瑩他表示的 中國模式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不利 其實這是一種很含蓄的說法 這種模式從來就沒有對中國人有利過 那麼他說的這個中國模式會誤導自己 是不是會誤導中共 這個說法應該說是一種很含蓄的表達 我想它有特殊的環境 實際上我們應該看到 是中共需要一個中國模式 強化國企 強化政府的權力 那並不是被中國模式所誤導 而是中國政治 中共的政治邏輯的必然結果 換句話說 只有強化國企 只有擴大政府權力 才能夠維持中共的控制 這是中共存心想要犯的錯誤 這並不是被中國模式誤導了 沒有中國模式 中共也會找出其他的理論和模式來 愚弄百姓 來愚弄世界 所以關鍵的原因在於 中共最關心的是它政權的安危 不是民眾的 百姓的福祉 所以這是中國模式的最核心的因素